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克罗泽被换下的时候 字幕打出 米洛斯拉夫·克罗泽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 而此时的米洛只是拍一拍对挥 坐在那里 一切波兰有归于平静 如果我们看到米洛斯拉夫·克罗泽 然后看到Ronaldo和Gerd Müller 都不知道谁是米洛斯拉夫·克罗泽 还有一个目标需要实现 却13日圣像余晖下的马拉卡纳 克罗泽第二次以首发的身份走上世界杯的决赛赛场 这一次他已经毫无法 将所有的体力和足球智慧留在了他世界杯最后的88分钟了 随后 36岁的K神走下球场 将主托交付给了22岁的格策 加时赛第一百一十三分钟 正是格策一见封侯 德国人中场所愿 而克罗泽则则像个孩子一样 第一个从屁股席冲进球场 当烟火升起 他也像个孩子一样 任凭泪水 浸湿眼眶 颁奖台上的克罗泽没有忘我的狂喜 他安静地坐在那里 试图让自己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13年的国家被生涯 一路走来的K神终于有金杯相伴 他的传奇也迎来了最完美的收场 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已经一个一个变成现实 克罗泽也一步一步进入职业生涯的尾声 回到意大利 他已经可以尽情享受自己最后的一段球场时光 他没有离开拉桥 夺马依然是他最后注射的城市 而即便在这无欲无求的两个赛季中 克罗泽仍然保持着稳定的竞技状态 其实一次出场 K神奉献了24厘进球 在1516赛季的最后三轮联赛 克罗泽没场打进一个进球 就好像是他走向终点前的倒数计时 最后三个被他攻破球门的球队分别是国际米兰 卡尔皮和胡罗罗萨 联赛最后一轮 卢安和诺阿陪伴父亲最后一次爬上球场 比赛第71分钟 拉切尔获得点球 不过 克罗泽最终还是满足了球迷们的需求 他走上了点球点 点球罚进 这是米洛在拉切尔的第64厘进球 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厘进球 克罗泽依然只是平静地拍开队灰 只想看来 将16年的岁月画成一首歌 留在即将前往的方向 I'm sure you're probably busy getting on with your new life So far away from it So far away from it And everything we used to wrong is now alright There's the time gone There's the time gone If you're ever feeling lonely If you're ever feeling down You should know you're not the only one Cause I feel it with you now When the world is on your shoulders And you're falling to these old things You know love will set you free 16年的岁月 此时在克罗泽的眼里 早已归于平淡 在平淡中 沉睡的影像记忆 总是会随着终点线的渐渐清晰 被突然唤醒 都说时间无情 当那空翻向前的身影 如同倒转时光的指针 一点点拨开模糊的视线 我们可以去回看36岁时的那段世界杯的传奇 去品位35岁时那则单场舞球的故事 去感受32岁时那份在南非表达的爱意 去重温28岁时那篇在德国写下的童话 去追逐27岁的那名布莱梅的最佳射手 去欣赏24岁时的投球帽子戏法 终于我们又看到了德国凯泽那个22岁的谦逊少年 带着他平凡的梦想 安静地走进足球世界 又安静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梦想 在波兰不惊的年华里 一步一步成就了这16年独一无二的传奇故事 当他驻足在终点 我们却在起点寻找 寻找这份从平凡走向伟大的青春 不算盛大的告别 送走了唯一的克罗泽 又怎能送走随他而去的青春里 那段配神无双的记忆